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唐欣 我是補教練的講師 然後大家這是 唐欣有在這邊 大家搜尋粉絲專頁應該會看到我 那平常我講課上台 一上台就要講三個小時的話 那今天就是委婷諾說 你只有12分鐘喔 所以呢我會盡快的 希望可以把我的人生的體會分享給大家 好 來看一下 在一開始之前我想要跟大家 如果我講話太快你可以跟我說 因為職業病的關係 好 在開始講我的人生之前 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來 下一張 沒有動耶 不好意思我們這副優勢 來 下一張 默契咧 來 下一張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 可以動嗎 可以 你要先幹嘛 拜託一下 好 OK了可以了 好 我想問你一樣是道具 好 OK 來 一開始之前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我覺得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他們到底給你多少錢 讓你放棄你的自由 他們到底花了多少錢 買下你的人生呢 因為其實對我來講喔 我從小就非常非常需要自由 自由對我來講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我畢業的時候啊 我就覺得 畢業前我覺得 欸我不想要當上班族 上班族沒有什麼不好很好 但是對我來講 我喜歡到處跑來跑去的啊 喜歡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 所以呢 因緣機會之下呢 我接觸了補教業 那我就決定我要從事補教業 因為我覺得補教業 其實每天就是在全台灣跑來跑去的 那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比較開心 不用打卡啊不用什麼的 那我就決定進入了補教業 那可是後來我發現說 有的時候 我們自以為的自由 其實 你真的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他並不是 你真的想要那樣子的生活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要分享 我這到底轉折的過程 好 按錯 好 這是我在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那個 這個真的很奇怪 哈哈 我在上課的時候啊 就有攝影師來幫我拍 可是我工作的時候的樣子 雖然有點好笑 那那時候呢 因為我一畢業 我就決定我要做補教業了嘛 所以我當時唯一的一個目標 就走一個 大家有看過海賊王嗎 就我要成為海賊王對不對 那我的目標只有一個 唉唷一直按錯 好 我要成為輔教名師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有這麼大的想法 說我就是一定要站在那個舞台上 然後呢就是全心全意的做這個工作 那我非常非常的努力 那我當時呢就是 呃 因為我小時候有補習過 大家有補習過嗎 應該有 那我是補一家非常大家補習班 我就不講那叫什麼名字了 那我記得我當時是台下的一個學生 就是呃 大概有一兩百個學生吧 就坐在台下 就那個衝刺班有沒有 然後就看著老師在台上就覺得很遙遠這樣 然後覺得 哇那老師怎麼這麼厲害 不但是講課非常的專業 然後很幽默很好笑呢 而且重點是這個老師他會充滿的魅力 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他很像偶像明星一樣這麼的厲害 然後後來呢 我自從進入不教育之後 我就一直很努力 一直到有一天 我接到一堂課 我有時間可以讓我看一下嗎 我接觸到一堂課 然後呢我去上課的之前 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他就是我當初補習的那個補習班 然後我還記得我站在那個台上的時候 我看了台下的學生 我真的很想跟他們講說 我當初跟你們一樣就坐在那 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站在這裡 這個我一直以來夢寐求的舞台上 然後可是呃我上台三個小時嘛 然後可能就是整個過程中會覺得 哇非常開心啊很歡樂啊 感覺很專業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這上台的三個小時 是真的是我用不只剩下11個小時喔 我是用我真的人生跟我的生命換來 我才有辦法站在那個地方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好那我的一天大概是這樣子 好這樣 這個是我大概大概的這個補教的歷程 但是我只擷取一點點喔 這些所有的樂補習班啊 不是我所有的工作經驗 而是我一個禮拜要去的地方 我所有好幾年的生活 就是要去這些地方 對然後我大概簡短來講 像我的人生大概是怎麼樣 我工作時間就是這樣 如果是因為補教業 有一個專有名字叫做一條龍 我每天就是帶七條龍 每天都在上 我一天的生活大概是這樣子喔 我早上就是驚醒 驚醒之後呢 我就要搭計程車趕到車站 搭車站再趕車到新竹 新竹下車之後再趕計程車到補習班 補習班上完課之後呢 再趕計程車到火車站 火車站再趕到台北 再上課再趕計程車再到補習班 然後補習班下課之後 再搭計程車趕到火車站 火車站再搭的那個自強號 最快的車再趕到桃園 可能是就其中一堂課這樣 然後我幾乎沒有時間好好吃飯 完全沒有 那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我每天 因為我都沒有時間去買東西吃嘛 我只能靠車站裡面的便利商店為生 我就每天每天趕到車站 就衝浪那個便利商店 還要叫他趕快趕快那 然後就可能甚至連雨飯都不能熱 我就拿了我就要趕快趕上車 因為我不能遲到 然後趕上車之後呢 我還記得我印象很清楚 因為你想一天兩天一個禮拜就算囉 我是連續好幾年 我都吃便利商店的東西喔 每天都吃便利商店 然後吃到 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坐在火車上 我好不容易 因為你一坐下你就 哇 其實在車上段時間 是我唯一能夠放鬆的時候 一個小時 或是maybe40分鐘這樣 我就坐在那邊 準備要吃飯了 可是我看那個便利商店的便當 或者是那個飯糰 我完全不想吃 我就看了他 很想吐 可是沒辦法 因為我知道我等一下一到站 我又要開始立馬衝刺 然後趕車再趕到我要上課的地方 那如果我現在不吃他的話 我等一下就會餵不痛 我等一下就會很餓這樣 我就會心情不好 所以我就一定得要吃 所以我就打開幕幕打開那個 加熱了便當 然後就我真的是硬撒 有硬豚 就是我一定得吃 我就一直硬豚 然後我就一邊流下了兩行熱淚這樣 然後就趕到就立馬又衝刺到下一個目標這樣 然後我晚上 因為我要上到晚上九點十點 然後下課時候呢 我在搭的末班之後 再回到我住的地方 那因為我一整天的課的不同的課本 所以我會拖一個小小心理箱 所以有人以為我是空姐 是以為自己是空姐 就拖著 因為空姐是在國際旅行嘛 那我就在全台灣這樣旅行 拖著行李箱到處跑 然後我深夜的時候 就會一個人拖著行李箱 然後走在那個暗巷 因為很晚喔 十一點、十二點這樣 我就拖著行李箱 默默地走在那個巷子裡面 然後就又哭了耶 又默默地流下眼 我到底在幹嘛真的很累 可是我覺得 當我們被生活所習慣之後 你每天每天就是這樣 一日復一日一直這樣過下去 其實你不會想太多 因為你隔天還有很多 很多事情要面對 那我就這樣過了很久很久 那可是後來 好我先還下一張 好這個 因為這個 當初就加點說 我們不是要給三個關鍵字嗎 然後我自己在做這個簡報的時候 我就幫自己想了三個關鍵字 就是師生、師生、還有師生 三個師生 第一個我簡單講就好了 第一個師生就是 我跟學生的關係 其實就是老師跟學生 其實補教業就是 我跟學生其實 上課的時候感覺很好 就很好笑 老師真的很幽默這樣 可是我一下口覺得消失 就消失 就消失在他們的人生當中 然後每天就解題考試 解題考試衝刺這樣 加分啊成績啊 其實在補習班有很多話 你是不能說的 因為招生這樣子 這個希望補教業不要看到 就是有很多話你不能真的講 因為你真的是需要他們考得很好 然後就是給他們加油啊 成績跑得怎麼樣啊 然後再來就是師生 因為我以前就是講了十二個小時的課 每天每天都在講課 不然以前我其實唱歌還蠻好聽的 現在是完全不能唱歌 就是聲音真的全部都啞掉了 很恐怖 然後這個故事先跳過 師生 我覺得我到後來只是想想我的人生 真的 就是一直在過這樣生活 我覺得其實我並沒有在過我想要的人生 我以為我很自由 其實並不是這樣 好 那但是這些我就日復一月一直在過下去嘛 那一直到有一天 有一個學生 他讓我產生了很大很大的決心 我決定要改變這一切 好 我班上有個學生 那這個上課是比較 年紀算是比較小一點的國中生 然後那個 裡面有個妹妹 就很可愛 他平常啊都是很活潑的一個女生 然後呢他常常會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學生 他不見得會主動幫忙喔 然後就是很冷漠這樣 然後但是我這個學生非常可愛 我每次上課 他就很熱情的跟大家打招呼 然後他很喜歡畫畫 他畫畫畫得非常的好 然後主動幫忙很熱情 我非常喜歡他 那有一次上課的時候呢 我就看他一個人坐在教室裡面 就默默的都沒有講話 就看起來很悲傷的樣子 然後下課之後我就忍不住 過去問他說你怎麼了這樣 然後我記得這個故事就是 我之前每次講我都會哭這樣 然後我就問他 他就看了他手上那張考卷 他就跟我講說 他覺得自己很不好 我來想想一下 他說他覺得自己很不好 因為他比較不是那麼屬於會讀書的學生 然後班上可能都是自由生 很會考試 可能考九十分一百分 他無法達到家人要的預期 然後學校老師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都考不好會罵他 補習班也會罵他 家人也會罵他 所以他覺得自己 不是一個很好的小孩 他覺得自己很糟糕 然後我當下聽他講之後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難過 因為我覺得 好 不能哭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 你都有自己的特色 你都有優點的 你畫畫畫得這麼好 你這個很棒 態度很好的一個學生 你為什麼要被社會所改變成這樣 其實我覺得世界上很多很多事情 是比成績還要更重要的 可是我的工作 我並不能告訴他們這些事情 對 然後我就決定說 我怎麼不想要再這樣過下去了 好 然後接下來 因為我平常會看一些書 那我記得那時候 我心裡就浮現了一本書 我記得是TikTok裡面講的一句話 他講說 站在台上的任務 其實就是在觀眾的心中 埋下一顆改變的種子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影響力的 無論在生活當中 只要你說話你的行為 每一個人都是有自己的影響力的 那更何況你是可以透過麥克風 或者是以一個大眾的行為 發出聲音的話 你的影響力是更大的 那我覺得我應該要講出我想要說的話 所以當下我就決定 我要說我該說的話 我想要做我該做的改變 那可是因為我已經被 忙碌的生活當中 就是我已經找不到 我自己到底該做些甚麼事情 我就也是非常的迷惘 所以我決定要先從我自己開始做起 開始做些改變 有很多我人生當中想要做的事情 我都一再的往後眼 因為我覺得工作 才是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每天都在過 那當下我就決定 把我的補券稍微的暫緩 然後去做我真的人生當中 我很喜歡的事情 譬如說 其實我以前有在教跳舞 就是我很喜歡跳舞 我很喜歡唱歌 所以我就回去跳舞了 就去上課去教學去跳舞 然後可能就是從事很多很有趣的 就舞蹈表演啊這樣 然後再來呢 我自己也是主持人 但是為了要做我的工作 把我的主持跟舞蹈全部都放下了 但是其實這是我真正很喜歡做的事情 那我就回去接主持的活動 那再來就是旅行 我就到處去走走看看世界 好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啊 在我尋找我自己的過程當中啊 就是有一些就是採訪啊等等的 就是來訪問我的這些過程當中 那我透過這樣的思考 我就突然發現說 這才是我想要我真正有能量的事情 我才能夠先活出我自己 我才有辦法去給別人能量 就像剛才又有人分享到 我們必須要先從自己開始做起 我們才能散發那個快樂 那其實有做過一個調查是說 人啊其實活到最後之後 真正快樂的事情是什麼呢 其實並不一定是錢喔 錢其實不會代給你快樂 人真正快樂的事情是兩個 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自主的權利 人生自主的權利 第二件事情就是付出的能力 其實你擁有這兩件事情之後 你會真正的得到快樂 那這也是我在尋找我自己之後 我真正得到的體會 好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啊 我就從我的這個一切改變當中 我找回自己的快樂 跟我的能量之後 我知道我自己可以給學生些什麼 給他們些什麼樣的態度 好就是這四個 跟剛剛很多人分享的不謀而合呢 第一個就是熱情 我覺得做任何事情工作或什麼都好 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熱情 那再來就是樂觀 我會跟學生講說 因為他們其實都很可愛 可是他們可能會被罵說 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這樣子 可是他們其實是很可愛 很天真很樂觀的 我希望他們可以保有自己的樂觀 那再來就是笑容 我覺得笑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我們應該就是每天都快快樂樂的 每天找一件事情一起開心的笑 那最後就是自信 那我會跟我的學生說 你們真的很棒 你不要被社會所定義說 你就是這樣子的人 其實每一個人 你都有自己的優勢跟自己的特色的 好 最後囉 最後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就是We always have choice 我們人生永遠都有選擇權利的 有的時候我們認為說 我沒有選擇啊 我就是被社會逼人這樣啊 就大家就是覺得我沒有任何選擇 其實沒有選擇 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那種選擇 有可能你在躲避 你可能會害怕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是 大家都會有自己能夠選擇的權利的 因為人生的舞台上 你就是自己的主角 那最後呢我要祝福大家 在自己的這個人生舞台上 金榜體育 謝謝